移动靠近吉隆坡联邦大道清快铁大学站对面 正在新建中公寓一楼的电动扶手梯 在星期二早上大约9点45分突然起火燃烧 所幸萧整员及时赶到现场 在10分钟内扑灭火势才没酿成大祸 事故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 在火势被扑灭之后 萧整员继续在现场灌水及仔细检查 由于事发时不少司机都放慢速度观看 导致附近路段出现堵车情况 起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